给约云鹏做外甥究竟有多爽 云鹤九霄随便选师傅 眼前这个张赫伦根本惹不起的队员 正是德云社最大关系户 舅舅是德云一哥约云鹏 师傅是手握商演大权的阮云平 李小辉这配置在德云社简直无人感受 约云鹏一共有五个姐姐一个弟弟 所以他的外甥也是最多的 李小辉是约大姐家的孩子 由于非常崇拜舅舅 所以长大之后便决定学习相声 凭借实力 李小辉考入到了德云传习社 之后更是顺利进入德云社 而约云也开始为外甥的师承操起了心 由于是约云的外甥 所以论辈分 他不能败郭德纲 但除了老郭之外 李小辉还非常崇拜副总阮云平 于是在约云的撮合下 他顺利败入副总门下 而约云平对这个徒弟也是非常宠的 前几年李小辉结婚 副总还给徒弟出的酒席钱 而除了大姐家的孩子之外 月月四姐家的孩子也在德云社上班 与李小辉性格开朗不同 陈小兰比较腼腆 前不久才被郭德纲给字 你叫什么名字 新给的一名叫陈小兰 男妈的男 陈小兰 陈小兰的师父是孟赫棠 别看孟赫棠是贺泽科演员 论与郭德纲的亲近程度不如约云平 但孟赫棠在德云社还有个大靠山 那就是于谦 于谦是孟赫棠的干爹 二人平日里走得非常近 所以败入孟赫棠门下 陈小兰绝对不亏 最重要的是 陈小兰还是孟赫棠的大弟子 如今也已经回到师父身边 在德云七队演出 有了孟赫棠当师父 陈小兰也是未来客期 同样都是被月月塞进德云社的 还有月月的徒弟徐小竹 这个事情呢 我只能这么录了 因为我的助理找了一个班上 找了一个班上 陈小竹的奶奶与月月的妈妈是亲姐妹 所以给月月做了助理之后 她连师父都敢不放在眼里 背着月月出去结私活 简直不要太好笑 如今陈小竹也辞掉了助理工作 回到小园子里进行磨练 未来恐怕也会得到月月的力捧 不得不说 小子贝里的关系户简直太多 包括刘晓婷高小辈 也是借着舅舅的关系 加入到德云社中来的 因为他们的舅舅曾给老郭当过保镖 那么你们还知道 德云社里还有哪些最强关系户呢